我现在要告诉您 卫生署长叶金川确定要辞官 投入国民党花莲县长初选 行政院长刘兆玄已经批准了他的辞呈 在8月6号生效 而对于外界质疑 新楼桿疫情正要进入高峰 防疫主将竟然要在现在离开岗位 叶金川表示 防疫靠的是团队和制度不是个人 叶金川还说他本来就不想到卫生署 是因为当初爆发了三具清安风波 他才来救火 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他要继续到花莲推动清廉政治 上午10点 卫生署长叶金川亲赴行政院 面见院长刘兆玄 两人误谈30多分钟 叶金川正式向刘魁提出辞呈 刘兆玄以免与同意批准 辞呈8月6号生效 叶金川正式将投入国民党花莲初选 却在新流感疫情拉警报的此刻 引来中途落宝的质疑 我原来就是不想到卫生署来 去年9个月 因为三具清安的这个事件 那紧急接受这个征召来卫生署服务 那现在已经到今年8月了 那其实这个任务早已经完成了 叶金川坦诚 新流感的疫情挑战 现在才要开始 不过防疫是靠整体制度和团队 现在换卫生署长 刚好可以培养整体防疫默契 只是防疫主将如今将披上战袍 成为选战新兵 在花莲和蓝军众多地方实力坚强的参选人 一较高下如何突围 选现场是看到这个情势 我也看不过去 我也想就是说 作为一个应该是不晓晓知识分子或什么 觉得一个政治应该要有一个格调 要有一个革新跟青年的本质 这番青年政府的谈话 和马总统理念不谋而合 也让外界联想 叶金川除了参选 是不是马总统背后操盘 不过辅方否认 但表示对叶金川 此官参选乐观齐成 叶金川宣顶着总统光环参选 不过在花莲国民党内 已经有五人表态参选 叶金川艰困挑战 现在才要开始 建议宣伍家宝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